其实比较诡异 就是我重新NPM install Redis 重新安装完就好了 也没有改任何代码 所以现在就能跑起来了 所以遇到这种 说找不到Redis模块那种 如果是没有提示你的代码 的哪一号哪一列爆速的话 你就直接重新安装一下 然后看看行不行 安装完之后就能启动 OK 没有爆速 然后我们看首页 个人主页 没有问题 广场页 广场页没有问题 有了广场页之后 我们可以做几个验证 就是首先我们看 这个地方广场页 是这个最新的 这个是Hello对吧 然后比如说我们再说一个 你好 广场页没有你好 为什么没有你好 因为它缓存时间是一分钟 缓存时间是一分钟 借这个时间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的RedisCR OK 我们看一下case case里面呢 应该有一个 叫做Webosquare05 也就是说 是对广场的缓存 然后0是PageIndex 5是PageSize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的 个内容 好 大家看这个内容比较多 是吧 虽然说看起来比较麻烦 但是它实际上 它就是 大家看 Count等于14 BlogList等于什么ID 等于什么ID 等于什么东西 Content等于什么东西 它实际上 就是我们那个 所说的那个BlogList 那些内容 只不过它只有五项 因为我们每页 要设置五个 对吧 那至少是我们能从这个 Redis里面看到缓存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推出一下 证明Redis里面有值了 缓存成功了 然后我们再去重新运行一下 这个时候一分钟的时间 差不多也已经过了 我们再去刷新一下 这个地方 你看具有了吧 然后我们还说过 这个缓存的时候呢 它是有一个 在代码看一下 它是有一个K的 对吧 这个K呢 它是通过PageSize 和PageIndex来做的 那我们这个时候 去加载更多 看看结果怎么样 好 大家看加载更多 第二页已经出来了 好 加载更多 第三页已经出来了 这个时候我们再去 看一下这个缓存 就是这个Redis里面的 这个值 好 大家能看到 有一个05的缓存 就是 第0 就是第一页嘛 然后一个15的缓存 就是第二页 有个25的缓存 就是第三页 所以说我们把每页的数据 都缓存下来 并不是把15页 缓存下来 那退出 那这样呢 就是我们 把那个缓存这部分 就是把这个 广场页这部分呢 就已经搞定 可能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广场页 还有一个问题 需要验证 广场页呢 它是一个公共的 对吧 我们现在只有一个用户 那我们可以去 新建一个用户 我们可以 比如说 注册一个里四的用户 好 这个成功行登陆 我们把里四这个用户 登陆上之后 我是里四 我们要发表 这么一个微博 然后到广场页 我们看一下 广场页里面 就有这个 我是里四 这可能正好改成 这个缓存过期啊 比如说这个时候 再说一个 今天是周末 这样的话 可能就不会立马到 广场中了 应该是一分钟之后 才能到广场中 好 这个时候我们再双印一下 广场 这个我是里四 也应用了 对吧 差不多都过一分钟之后 那个 今天是周末 这个已经出来了 这样测试的目的 就是说 广场页 它不是张三自己的 它是所有人的 所以说 它有缓程的必要 OK 那此时 我们把这个代码 提一下吧 好 我们看一下改动啊 大体看一下啊 都是我们自己的改动 广场 页面和路由 这样没问题 这样的话 这个代码部分 我们就已经看到完了 好 感谢观看